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9個東西取n個出來做排列 會等於6乘以9個東西取n-2個出來做排列 那麼他問n等於多少 那n要小於9 好,那這個等於多少呢? 我們就代公式啦 這個是等於那個9階層 那除以多少呢? 除以這個9-n階層 會等於多少呢? 這邊是6乘以多少? 9階層 那除以9減掉多少呢? n-2 階層 那9階層可以約掉 這個是11 減掉n階層 這個可以約掉 約掉多少? 約掉9階層 約掉9階層的話 這剩下多少? 剩下11-n 乘以10-n 那你要交叉 交叉的話 因為這邊是1嘛 所以是11-n 乘以10-n 這是等於6 那把它展開 就n平方-21n 加上110 110然後-6等於104 104等於0 給它 Roux 那給它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 這104可以除以4 12的8 4.6-4 2 13 13加8剛好是21 所以是n-8 8 乘以 n 減 13 等於 0 所以 n 的話可能等於 8 或者是 13 那 13 不合啦 因為 n 它是小於 9 所以 n 的話呢 等於 8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 n 等於 8